好 接着我们再来一看这个纽约2010年的秋冬时装就已经正式的展开了 为这个时尚界盛世揭开序幕的呢 正是来自台湾的新锐设计师他叫做庄振淮 年仅22岁的他呢身挑大梁 成为了这一次纽约时装周的第一个时装的秀 也引起了纽约时尚界的瞩目 来看我们纽约特派员王一如的报道 一年一度纽约时尚界最重大的秋冬时装周 在台湾新锐设计师庄振淮的时装秀揭开序幕以后正式展开 在22岁的庄振淮以红黑色调为主题 希望呈现都会女性肛中带柔的双重味道 这些颜色非常简单 主要就是红色跟黑色两个颜色 然后想要借由红色和黑色这两个之间去展现女人 比较有强力比较power的感觉 所以就是借由强悍跟柔的之间去呈现我的衣服的感觉 然后去呈现女人内心的那种比较柔一面 可是又想要很强悍的那个味道 周振淮强调他的世界灵感来自西班牙的导演阿莫多瓦 另外还有佛老名歌舞蹈 因为他喜欢凸显女人强悍的感觉 我的年龄层是定在于大概25岁左右的 或是以上的年龄层 然后是给比较像上班族的人的女性 然后度贵女性或者是已婚女性 但是他们要懂得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享受自己的life 然后懂得更爱自己多一点 懂得自己的权力跟自己的power 家里从事服装业 从小就喜欢服装设计的庄政怀 自己一针一线缝制了他生平第一个时装秀的所有秀服 还亲自挑选了走秀的模特 希望借由这个时装秀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作品 来自台湾的庄政怀呢 成功地为纽约时尚周街票位序幕 也展开了他在纽约时尚界的另一个新旅程 以上是东西新闻记者王云如唐卫杰 来自纽约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